鲑鱼岛你听说过吗 新加坡农历九月必去的一个景点之一 去那里上香拜神求好运 关注这条视频一键带你探索鲑鱼岛 鲑鱼岛位于新加坡以南5.6公里 地铁坐的红线Marina South Pier 滨海南码头站 必出口就到了乘坐邮轮的地方 看到鲑鱼进香这四个字就是售票处 来回船标16千元 基本上每一个小时都有渡轮出发去鲑鱼岛 沉船时间约为30公斤 第一趟和最后一趟的出发时间 不别是早上7点和晚上4点 传说有一只巨大海龟 舍身救助两名遇难的水手 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岛屿 这座岛就叫鲑鱼 为了报恩 这两名马来及华族水手 便在岛上建了华族庙和马来神寺 大伯宫庙成立于公元1923年 这座华族寺庙内神像众多 但主要是共奉大伯宫和观音这两位神仙 善男性女在大伯宫庙进香时 通常是祈求神明保佑长寿与平安 并赐予财富美德及好运 马来神寺在鲑鱼岛小山丘顶关 来访者需要登上152级时间 才可以抵达 马来神殿共奉着三个圣灵 到神寺膜拜的善男性女 通常是祈求财富 子嗣 良缘 健康 为了方便游玩 岛上设立了时隔 新加坡本地食物也可以在这里享用 这里风景优美景色宜人 特别适合带孩子们过来游玩放风枕 但是切记千万别丢了船票 回城的时候需要检票哦